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认识精酿 首先请认识啤酒 事实上我们所熟悉的啤酒只是啤酒上百种风格中的一种而已 它叫工艺拉格 特点是低度 浅黄色 平淡如水 大家耳熟能详的青岛 眼睛 雪花就属于这个系列 而大多数精酿属于另一种啤酒 艾尔 IPA 史涛 波特 都是艾尔 世界上的啤酒绝大多数都属于拉格 和艾尔两者之一 前者为底层或低温发酵 麦芽未突出 清爽 稳定 所以被快速工业化 席卷全球 而艾尔采用顶层或常温发酵 口味上突出啤酒花的苦味和类似果仁 水果香味的纯芝香 至于很多精酿达人张口就来的IPA 史涛 波特 哪都是艾尔的细分 炖肉味精酿 了解一下 精酿啤酒原料多只用水 大麦麦芽 啤酒花和酵母 它集合了麦芽的香甜 酒花的浓郁 各种酵母在发酵过程中形成的奇妙味道 让精酿成为了世界上变化最丰富的饮料 而酿酒师奇思妙想地添加辅料 辣椒 南瓜 橘子 香菜 更让精酿啤酒成为一颗颗酸甜苦辣咸的味觉炸弹 炖肉味 泡菜味 椰子咖喱味 只要你想不到 没有酿酒师做不到 精酿点酒专家速成指南 IPA中有大量啤酒花 这让酒叶苦涩又回甘 烤麦芽赋予波特浓厚的焦香味 如果你是重口味 就试试更焦更香的烤大麦版士涛 长期占据各大精酿榜单大半席位的帝国士涛 就是战斗民族所创造的终极版本士涛 过口粘稠 厚重 甚至有嚼劲 像是在喝化掉的黑巧克力 精酿中11种修道院啤酒 比利时修道院占了其中6席 至于女孩子 当然是从水果口味入门比较好 够胆也可以试试自然发酵的 比利时酸皮 兰比克 喝啤酒就可以不讲究 错 喝啤酒的讲究其实特别多 适应温度 开瓶 倒酒 杯具 其实喝啤酒一点也不比品红酒更简单 拉格的禁忌就是饮用温度过高 否则苦味表现就会非常明显 所以非冰镇的绿瓶皮酒几乎无法入口 艾尔的适应温度则在10至18摄氏度 温度太低就会尝不出来独特的风味 所以看到嘉宾的店家下次机碗就不用再光顾了 很多啤酒都有推出自己的原厂杯子 有助于提升和强调酒的风味 且大小合适可以让人在半小时内喝完 不止于让美妙的精酿变成无趣的苦水 人不能拒绝写在基因里的口味 啤酒这种神奇的饮料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期出现 其实一直到19世纪 这个世界还是爱尔啤酒的天下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后来美国的禁酒令 让大众忘记了精酿的味道 二战之后 喝可口可乐长大的一代人 更变得难以适应苦味的饮料 反而更接受不那么浓烈的工业拉格 但正如这一轮的口味复古 人总会热爱上精酿的 这是写在人类记忆里的口味